鼻子出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徐大道,耳鼻咽喉头菌外科,副主任医师。 鼻子出血呢,我们从几个方面讲,它有可能是传生因素,也有可能是局部的因素。 那么传生因素一般发本率很低,一般大部分是有营血功能啊,血液方面的疾病引起的。 那么像这些情况呢,一般有的是到我们科来纠缠,有的呢,可能到了血液科去纠缠。 那么作为我们耳鼻和科呢,一般出现的这个触血呢,大部分是一个局部因素引起的触血。 那么局部因素引起的触血,大部分属于鼻腔的黏膜的干燥,鼻中隔的偏躯,鼻炎,有的是有鼻腔的异物。 比如说有的小孩我们遇到的,就是小孩长期放那个异物在鼻腔里边,刺激的很长时间,小孩也没有说,有异物刺激,也造型的鼻触血。 还有可能外伤啊,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,能够引起的这个鼻触血。 这样的鼻触血呢,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鼻触血,那么我们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。 那就诊的时候主要是查明触血的原因,然后采取措施。 有血管破裂了,或者有微血管流,我们要用等离子,或者是冷冻啊,或者是微波啊,等治疗方法,把这个血管给它凝住,然后这样才能解决出血的问题。 专家提示,一,鼻子出血可能是全身因素,也有可能是局部的因素。 二,全身因素一般大部分是由凝血功能,血液方面的疾病引起的。 三,局部因素是鼻腔的粘膜干燥,鼻中隔的偏驱,鼻炎或者有鼻腔异物引起的。 三,局部因素是鼻腔异物引起的。